大家好,这里是阿尔想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邱瑞,来看一套投资样板房 它的位置在McKinney,Caster和Severado 是Creek Ranch的北边这个社区 应该是Severado靠近Alma了 它应该是整个Creek Ranch里面最便宜的房子 它现在挂牌是25万 然后交易了之后签了合同又退回到市场 现在挂牌248500,觉得还能再便宜一点 房子的优点在于户型结构不错 位置学区都不错 它1666尺,三家两个半 然后07年的房子 学区是9分9分9分,Independence High 好,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 先说整体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这些柱子木头 它这些外墙全都是木头的 包括它侧院,你看这些全部都是木头的 所以它未来,比如说可能隔个十来年 你就得重新刷一下,漆一下 好的呢,就是如果说你又被冰雹砸到了 这个外墙,然后有可能保险公司会做一些赔付 有可能啊,有些它那个fence包括那个gatter被被包砸到 哪怕是有一个小坑它都会去换 然后整个这边排水是不错的 我们都担心买两层的房 它会有两套空调 因为它是经济型 所以这套房你看它只有一个空调机 然后这边草皮是新铺的 新铺的草皮原因就是因为这两棵树吸水 所以说有树的地方它肯定是不长草 如果不铺草皮就像邻居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子 OK,我们进来看 好,进来之后呢,它的这个地板的时间 虽然地板很漂亮是吧,木地板 但地板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你看接缝处已经被水泡了 不管是它抹的还是拖的 然后入口呢,是入户的衣帽间 然后实际上这是一个折梯 这样就去二楼了 所有的卧室都在楼上 然后功能区是在楼下 进来说左侧客厅壁炉 这个壁炉是假的 是安上去的 它不是,它是没有烟囱的 所以说这个壁炉可以撤掉 反而会,这个房子空间会好一些 在美国人他喜欢壁炉 然后空调,只有一个空调机 所以这个它的控制器在这儿 我还没注意到二楼有没有 待会我们去看 层高还OK 层高还OK 然后也吊扇 然后这里它放了 你看它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上面五个 这些都是那个音响的线 还可以给你预留好 所以说这些 如果你像做一个饮院 环绕的地上 它线给你留好了 OK 然后再到这边来 餐厅只有一个早餐厅 和这个厨房是挨着的 所以它好就好 在厨房这里呢 它所有的这个石头台面已经换完了 这来说是比较好的 柜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廉价的柜子 一瞧它是这样的 绑绑绑绑的 OK 以前他家里有小朋友 所以才会用这个东西 这是自己家的 这是小小朋友 到小朋友三岁的时候 他的质地就可以把这个打开了 所以实际上没啥用 烤箱还没有清洁 这个是新换过的 我看 对对对 这是新的 你看 它这皮还没撕 这是新的月后屋 这个洗碗机和这个是烤箱和炉灶 是比较老的 对 OK 冰箱在这边 冰箱的上水孔特别搞笑 它的开关在下面 所以它这个是从上面接下来的 那有可能也是成本的原因 成本的原因 所以台面很薄 台面非常薄 但是 OK了 至少是个 至少是个 至少是个石头台面 这里看也没有漏水 07年的房子 07年的房子 这样已经很好了 说明他们家还是OK 洗碗机可能也快坏了 我估计洗碗机它已经换过一次了 反正这个用不了多久了 坚持个两三年 一两年有可能 好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客厅 三家两个半 所以 这边就是 房子采光很好 现在是早上 好 这个厕所 这是楼下的客位 洗手台也换过了 带大的closet 没啥用 OK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和车库 洗衣房也带采光 这个管子也是从上往下的 搞笑 烘干机是插电的 然后烟是往上排的 让人家弄 OK 我看车库 车库它自己改一个灯 非常漂亮 以前自己在家做活的 美国人都是动手能力很强啊 Christian他们家 所以他的车道是 他的车道是比较长的 然后Fans 我都觉得有可能是他自己弄的 你看 他这个木头弄完之后 做完之后 应该是没有刷铜油的 是不是 还是就是个颜色 我不清楚 我不太懂这个 但是你一看到这个 但是你一看到这个 这个顶子 我感觉是他自己做的 活还挺好的 这是他后院车道 小区这一个非常高的 然后这边是他家的 这边就是邻居家了 这边就是邻居家了 这边就是邻居家 都贴上 就这个年代 几乎全都贴上了砖 但是他家依然是木头的 所以就我觉得他家什么吊扇都是自己换的 所以需要刷一下墙 然后他车库也做了隔热 所以他经常在车库干活 我觉得 所以他自己做的一个这个隔热海绵 然后再开个电扇 这个车库就能用了 好 好 我们再到后院去看一下 哇 你看这棵草 为这棵草写一篇文章吧 倔强的小草 这是那个藤蔓植物 那个叫什么 爬山虎 是那个吗 OK 这套房子就可能没有sprinkler 我要再确认一下 哇 这是漆 这漆怎么会在这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像那个拍电影 那个武侠电影 院子是细长的 院子是细长的 这样 这边 这边不知道邻居给他给钱了没有 很明显 这是这个屋主自己做的 不知道邻居分钱给他了没有 哇 邻居家这个户心 这边这么多窗户 他家只有一个 原因是他家没有升级嘛 应该是楼上可以弄三个 三个窗户 好 好 我们现在再去上二楼看看 好的 这个灯也换了 这个灯有可能是他自己换了 我们上二楼 二楼的地毯应该要换了 这些东西都是搬家的时候 搬东西的时候撞的 这扶手 这都是没有升级 最便宜的 二楼上来睡过躺 然后 这个 也都是最便宜的 白夜床 空调机没换过 零七年的 所以空调机在里面 噪音会比较大 所以这这间房子会比较吵 把水没放过 还行 这个灯应该是他自己升级过的 这个房间 有两扇窗 他的窗户能 窗户都可以打开的 可以直接换的 屋顶是后面换过的 我再确认一下 好 再过来 这边是主卧 你看啊 这是一个 洗手间 客卧 主卧 客卧 出去了 如果把主卧设在反向的这边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它不够的空间 二楼只有一个洗手池 这笼统已经坚持了12年了 OK 这个边这个镜子本来是没有边的 是他自己家那个边 油总比没有好 厕所 还好 还好 地毯肯定是要重新换了 然后这一个卧室 这个灯也是被他重新换过的 吊上 墙面也还好 哇 这是他家以前的天线啊 这就是后院 从这就可以简单的看到 他后院整体的情况 特别像一个东部的那种小区 不像德州的小区的感觉 所以这是二楼的主卧 你看他所有的厕所底下都没有铺地砖 全部都是用的地板胶 就是因为他便宜 还有按摩浴缸 这打开是那个 控制板 弄的还是蛮干净的 这个白色能洗这么干净 上面没有雕过 嗯 抽风和灯 所以他的衣帽间是在这里的 衣帽间在这 面积还行 两米两 两个半平方 对于1600尺的房子来说 他做两层做成这样 整体来说是不错的 所以你看 他是一个空调机 两个控制面板 所以说问题在于 这个房子不太可能就是 同时打热风和冷风 但是都可以调不同的温度 比如说 楼下调78度 楼上调 比如72度 甚至68度 但是他必须都是开冷风 不能开一个热风一个冷风 OK 整体房子结构好 采光好 然后价格还可以 248,500 学区不错 位置不错 缺点就是房子是要用木头造的 就是木头的外地面 然后再加上地毯比较破了 他们需要换 这房租金大概在1600到1700之间 1650左右吧 所以我觉得 还行 他该换的地方的话 而且07年的房子 还相对新一点 好就这样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在腾讯优酷YouTube 上我们的网站翱翔US.com 加我的微信 翱翔US01 我是邱瑞 我在Dallas等你 再见